大家好,我是助教的林彥廷 那接下來的課程會簡單的介紹一個 Energy Harvesting 也就是我們的裂能系統 對於我們生活周遭的應有範疇的一個介紹 那這些應用在裂能系統的電路 它所需要具備的幾個特色 我們也會一一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在後半的部分 我們會介紹幾種可行的電源管理的實現方式 並且比較他們電路上的一些限制 以及他們的優缺分析 可能有人會問 Energy Harvesting 它所擷取到的能量那麼少 到底可以應用在什麼地方 那的確,電源系統它所採取到的能量 它的Power等級是很難應付 我們常使用到的筆電、手機等等 但是在現在物聯網發達的情況下 舉凡從小型的穿戴式裝置 像是智慧手錶、智慧手環或是Google Glass 到一些家庭式的電子產品 像是空氣懸弧粒子 溫度濕度的感測器等等 以及一些健康偵測的產品 像是IOFIT的智慧鞋 可以幫助矯正姿勢 SIREN的電子襪 可以藉由偵測腳部的溫度 幫助糖尿病患 以及偵測心率的智慧儀等等 這些產品在大多數的時間都處於閒置模式 或者說他們的功耗非常的低 這就使得獵人系統長時間採集的能量 非常適合應用在這些低功耗的產品上 舉凡從太陽能、熱能、動能等等 都可以長時間被我們儲存 從而避免電池沒電 常常需要進行充電或是更換的麻煩 但是這些穿戴式裝置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他們的體積小巧、方便攜帶 這對於使用者來說是一個很便利的事情沒有錯 但是對於電路設計來說 如何設計一個節省空間的電路 將會是這個領域的主要挑戰 那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電子產品 它通常包含了很多的子電路 像是處理器、感測器、接收發射訊號的射頻等等 那這些電路都需要一個電源管理的系統 來供他們正常的操作 在烈人系統的應用下 我們還需要加上採集能源的被動式元件 在我們電路的最前端 那也因此體積就變得更加的龐大了 那想要設計一個小體積的電路系統 其實不外乎兩種方式 第一種是盡量將所有的子電路整合在一起 這可以有效的降低我們電路封裝所佔的體積 以及降低以及減少離散元件的使用 那這邊要介紹兩個名詞 第一個是System on a Chip 也就是系統單晶片 它的意思是將整個系統整合在同一個晶片上 那可能使用的是一般的CMOS製程 也有可能需要用到特殊的製程來做整合 第二個要介紹的是System in Package 當電路可能因為製程不相容的問題 或者是電路之間會互相影響的情況下 沒辦法做整合在一起的時候 常會使用這種多個晶片 整合在同一個封裝裡的技術 我們稱它為SIP 那還有一種節省面積的方式是使用先進製程 先進製程 它不僅提供更小的元件設計參數 還有多種先進的短頭浪長度元件 跟我們做選用 所以整體的晶片面積可以進步的再下降 那這邊我們要介紹的是一個傳統的系統單晶片的設計 可以看到我們的系統包含了很多的子電路 有音頻、輸入輸出部、射頻、數位訊號處理、視頻、硬體加速、記憶體 以及多個數位核心處理 那這些電路透過整合在一起 可以有效的降低封裝所需的體積以及成本 但可以看到每一塊電路其實還需要一個Voltage Regulator 也就是電壓調節器 而且他們所需要的電壓不盡然相同 這就使得說我們的PCB 也就是印刷電路板上 其實還需要在外掛很多個Voltage Regulator進行供電 那也因此就有人提出來說 將我們的電源系統 電源管理系統也潛入進SoC內 最好是能夠做Folding Integration 也就是完全機體化的方式 那這樣做除了能夠達到最小的PCB面積 它還提供了很多的好處 像是省去了個別的封裝所造成的寄生效應 那這個寄生效應 包含了一個等效的電感值以及電阻值 那這個感值以及阻值都會造成我們在能量傳輸的時候 轉換效率的下降 還有一個在數位多核心處理常使用的技術 叫做Dynamic Multiscaling 也就是動態電壓調整技術 它可以根據後端電路線帶的工作負載量 來決定要提供多少的電壓輸出 也就是說在待機模式下 Voltage Regulator的輸出電壓會自動調低來降低系統的功耗 那完全機體化我們的電源管理 讓這個技術執行起來變得相當的容易 也因此電池的時間可以進一步的再延長 那接下來就要介紹幾種常見的電路實現方式 來將我們的電源管理系統完全機體化在晶片上 那第一種方式是使用Unchipped電感式功力轉換器 那我們都知道電感式的直流轉換器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需要一個電感作為除能元件 那這個電感值通常從數百NH到數十MH不等 也因此通常是用Discrete的方式實現在PCB上 那其實也有人嘗試將這個電感做在晶片上 如這張圖所展示的方式 那這會遇到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在我們常接觸的CMOS製程 也是發展的最為成熟的技術 它並不適合製作電感這樣的磁性元件 因此我們在製作的時候需要特殊的光照以及成本 來提升電感的Quality Factor 那即便是能夠做出HighQuality Factor的電感 它實際的電感值也很難達到我們期望的等級 通常只有幾個Narrow Henry的等級 也因為這麼小的儲能元件 我們的操作頻率需要涉及到200到300MHz 來應付很大的電感電流變化 這也讓電路設計上變得相當的困難 那為了解決on-chip電感Quality Factor低效率會不好的問題 就能提出來利用封裝所使用的走線作為電感儲能 那可以看到這張圖 晶片上的訊號VO 也就是輸出電壓 需要經過電感個別連接到VX1、VX2、VX3以及VX4 那因此在package上的每個列角位都會連接兩條棒線到晶片上 那這兩條棒線串連的寄生感值就會是我們儲能電感的感值 那這個方式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棒線越長我們的寄生感值也會越大 所以在設計封裝的時候需要非常小心 否則感值會與我們期望的值有很大的落差 那通常封裝棒線的感值只有幾個Narrow Henry左右 所以跟on-chip的電感式轉換器有一樣的問題是 它的操作頻率需要設計的非常的高 那接下來介紹的是第二種regulator 也就是capacitorless的load dropout regulator 我們簡稱為LDO 那一個基本的LDO 包含了一個Aerror Amplifier 也就是誤差放大器 一個pass transistor pmosfet 一對分壓電阻以及輸出的穩壓電容 這個電路是一個負回收的系統 可以看到假設我們的VL輸出電壓因為收載下降時 VFB這個回收的電壓會因為分壓電阻的根的下降 那這個誤差放大器由於正輸入段下降 它會輸出一個較低的電壓 作為pass transistor的gate control電壓 因此這個pass transistor會導通更大的電流 來提升輸出電壓到想要的整位 那這個LDO電路由於誤差放大器 分壓電阻以及pass transistor都可以做在晶片上 只要將尾壓電容也整合晶片 就可以達到完全基底化的目標 而且這個電路不僅適合implement在CMOS的製程 還提供很不錯的power density 也就是能量密度 但是它有一個致命的缺點 就是顧名思義 low drop-out regulator 它只允許輸出電壓 略低於輸入電壓時可以提供良好的轉換效率 也因此先前所說的動態電壓調整技術 並不適合用於LDO的設計 第三種設計是switch capacitor 也就是切換式電容的直流轉換器 我們簡稱為SC 可以看到一個切換式電容的轉換器 只需要幾顆電容以及開關 就可以正常的操作 SC通常包含了兩個phase 這兩個phase會有各自的電容 以及開關的串閉連組合 那藉由高速的切換這兩個phase 我們的輸出就可以達到一個特定的穩定的電壓 那這邊以一個二轉一的SC操作做範例 可以看到當操作在phase1的時候 V-in會經過一個C5的電容連接至VR 在這個時候C5電容會進行儲能 而輸出電壓VR則會從Cout這個穩壓電容抽取能量 當操作在phase2的時候 C5則會將電容上把連接至輸出VR 在這個時候C5會將它的C1所儲存到的能量 送至輸出以及穩壓電容 那簡單的操作留在右邊的呈現出來 C5在phase1時的快壓是V-in-VR 而在phase2時的快壓是VR 那藉由高速的切換 會使電容的快壓區域一個定值 也就是說V-in-VR會等於VR 所以這個架構可以再輸出得到一個穩定的 1分之1輸入定壓 那只需要使用到電容以及開關 那剛好CMOS製程又可以提供效率 以及能量密度相當不錯的MIM和MOS電容 所以它非常適合implement在CMOS製程裡 那在不同的負擔環境下 它還可以藉由調整它的切換頻率 來維持不錯的效率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 這樣的架構只能在輸出提供一個1分之1的輸入電壓 那如果我們的輸出電壓範圍是會改變的 或者說我們需要做到動態電壓調整的技術 那SC轉換器該如何實現呢 那其實方式也很簡單 可以將剛剛的二轉一SC作為一個子電路 那只要將多個二轉一SC電路 做出不同的串並連盤列組合 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轉換比例 也就是說Multi Ratio SC這個電路 它可以根據不同的輸出電壓或者負載環境 來做出不同的連接方式 進而提供更好的動態電壓調整技術以及轉換效率 那最後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Energy Harvesting可以使一些小型的電子裝置 不斷地從周遭擷取能量 因此電池的使用時間可以變得更加的長 那對於這些產品 主要的設計考量不外匯於產品的外型大小 電池的使用壽命以及製作的成本 那很明顯的將我們的電路完全機體化 會是一個很主流的方式 那常見的全機體電源轉換器包含了電感式的 例如將電感做在晶片上 或是利用封裝的棒線來實現 但這種方式它實際的電感值還是相當的小 在設計的時候相當難 在設計上是相當難以實現 而且不符合產品的要求 那使用on-chip的LDO它會面臨的問題是 效率直接受到了V-IN以及VR的限制 那最後則是使用on-chip SC的方式 那這個方式很適合實現在CMOS製程上 而且很符合IoT裝置動態調整電壓頻率 來提升電池壽命的要求 但唯一的問題就是它需要考驗設計著 在多轉換比以及能量密度之間 找到一個更加的 找到一個最佳的平衡點 好那那我的課程就到這邊結束 好 好 谢谢观看